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杨阳和迪丽热巴为何没能因戏生情 原因令人失望 你是我的荣耀 最近这部戏异常火爆 每一次出现新的剧情都会登上微博热搜 这样的热度实在是高涨 令人羡慕不已 大概的剧情是讲述 杨阳作为一位航天设计师 用尽了所有技巧去追迪丽热巴 而迪丽热巴则是一位顶顶大名的明星 他的收入令杨阳感觉到了压力 因为自己的工资不高 所以一开始为守卫脚 不敢勇于追求 并且还直白地跟迪丽热巴说 我们不合适 之后就后悔了 想要重新来过 可迪丽热巴也是有尊严的 阐述了两人互相越练的过程 最后都是重合结束 但这期间有不少的吻戏 为何两人却没能因戏生情 下面一起来分析下吧 杨阳开始一路的猛追 但是期间迪丽热巴就婉拒了好几次 这一幕的内容是不是像 及了我们当年在校园的故事 曾经的自己也是这样走过来的 面对喜欢的女生 不惜去表白 虽然被拒绝 但是凭借不要脸的勇气 终于赢得了姑娘的一笑 获得放心 杨阳也是如此 所以这部戏会火爆 也是因为剧情的跟生活上很相似 跟一些情侣们的遭遇类似 大家的共同点就来了 杨阳追到迪丽热巴之后 两人就开始一番虐狗模式 在KTV 在学校 在家里 都发挥了情侣之间那种暧昧的行为 网友看到这样的画面 直呼受不了 比糖水还甜 这种欢乐式的镜头画面 是大家都喜欢看的 杨阳俊俏的外表 迪丽热巴美貌的容颜 两人可以说是狼才女貌 不少网友谈目说 请你们原地结婚吧 即便在电视中是令人羡慕的情侣 但在现实中 她们还是没办法在一起的 在娱乐圈很少有明星会因戏生情 因为她们知道 大家都作为明星 相聚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了 了解对方的信息也不多 很大的原因是她们是演员 是职业 拍戏只不过是她们的职责所在 她们有一定的素养 虽然期间会弄出不少的火花 但是最后杀青之后 谁也不认识谁 这是很正常的 其他人可能一下子就出差拍戏 又将会对上某个明星 重新开始一段电影生涯 从而忘记了原本的她 明星们一般都是聚少离多 即便是对上演 她们也不会公开 这会影响到她们的生涯 而且现实生活中 杨阳和迪丽热巴两人 根本就聊不到一块去 所以她们仅仅是屏幕上的爱人 在现实生活中 是难以成为情侣的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